菜市场人多拥挤竟然有人企图性骚扰 地点是在台南永康区的一处传统市场 传出有男子疑似趁着婆婆妈妈挑选水果时 意图不轨 老板娘发现了气得冲上前大声呵斥 骂到对方觉得很丢脸赶紧开溜 这画面曝光老板娘的霸气举动赢得了不少赞赏 来在这边一两个小时啊 就觉得他怪怪的啊 然后就看他动作不对劲啊 所以说我当下就呵斥他啊 客人反应他 然后大家都觉得他怪怪的 所以说我才去特别注意他 把气开溜的老板娘 在冰仔市场里卖水果摊 说当天见对方长时间停留 觉得怪才特别注意 对方不是常客 一次向众市场才卖人挤人锁定犯案 如果我有带狗可以保护 迄今三位借后相关当事人报案 公共场所物有所预拒 不雅行为 以免涉及违法行为 菜市场人多有没有意图不轨 还是被误会 只有当事人最知道 但传出疑虑 警方也加强巡查 避免有心人做快事 也靠老板娘行侠仗义 骂跑可疑人士 获得不少人赞赏 记者台南众和报导